等一下各位會看到一段影像 那這段影像是由A方柯俊耀先生做的一個觀看 那此觀看就等同於 此觀看等同於就是A方放棄指權力的一個表態 那我在這裡要先做一個聲明 然後請各位做一個見證者這樣的角色 在此做一個公開聲明 然後由柯俊耀以下簡稱A方 軟縫儀以下簡稱B方 AB雙方同意一項協定 徵求一位代理人 將無條件授權代理人一項權利 此權利內容為 AB雙方之間情感脈絡發展之解釋與發言權 代理AB兩者進行未來關係的辯證 那A方與B方將失去彼此情感之解釋發言權 就此間末 如果有意願者 那我會在場做進一步的接洽 好 等一下各位會看到一段影像 那這段影像是由A方柯俊耀先生做的一個觀看 那此觀看就等同於 此觀看等同於就是A方放棄 此權利的一個表態 此影像播放之後 那法律的一個效力它就會生效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段朗讀 就是會讀一段文字 那此文字則是B方的一個放棄聲明 那這兩者在各位見證之下 會有一個法律效力的一個成立 既短又長的一年中 我們的關係又經過幾村曲折 是否越來越深沉 越來越透徹卻是難以確定的 兩個人在一起久了 習慣了 容易忽略體現在生活中的情感 可能自以為太了解對方 而造成很多細微的情感消失 有時我好像很清楚 有時又真的好多久 生活的國王在愛情面前人是其甘 最近我做了些調整 好讓我解釋這些看似難以解釋理解的轉變 以前我總愛幻想所謂的我們的未來 這使得當下充滿責任 充滿計畫 而人生就有了目的性 我還沒有想清楚 兩個人的未來的樣貌應該是什麼樣 有時我以為成何為一體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有個人我都自覺的影響 那些曾使我以為是一體的時刻 實際是兩個藤蔓緊緊的纏繞 以愛為名的藤蔓 是否有些在死後上堵住了靈魂 或是潛人的窗口 死性的時候似乎最能表明心機 然而這是一個跡象 你們喜歡思考的對方 而非生活的對方 最近我常想 追求美感是不是一種輕浮 溫學中撥去成沉沙霧的真實世界 是否真的在現實體現 這反倒不像是做藝術家 而將自己當作藝術本身 活在 活在不是自己的生活 而是他人的意向 先回到轉變的議題 不論對對方再怎麼懷有情感 還是必須得承認 一個基本的事實 就是歐島裡面有各自的自由意志 與預前能等待被發揮 若說一個人只能活他的活 死他的死 那麼也只能愛他的愛嗎 這麼說起來有些絕望 但我必須得承認 或者只有可能成立 愛真的是很困難的一個體 因他無所不包 也因此也由抽象的一筒來解釋 大部分正面的情感 我們都歸功於愛 但負面的情緒 出現時愛真的消失了嗎 大部分的時間 我以為我在愛 但有時候發現我的情感如此狹窄 怎麼能以愛為名 會使我後悔的 不是做出選擇 而終必有所捨棄 而是迷糊的過一生 沒有思考生命帶來的種種歧視 換言之 我想透過思考而達到某種程度的清晰 我曾經深陷過情感的懸崩 現在除了問自己為什麼愛 還要問為什麼會愛 當然很多人可以質疑為什麼要問 這回到了原點 也就是我只會後悔 因為想清楚 想清楚有沒有可能 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而想清楚 想清楚後 有沒有做出對的選擇 精神的獨立 生活的獨立 其關係是什麼 愛的代價 真的被仔細喊嚷過嗎 還是只是衝動和不理智的結果 我盡量不讓自己去想 想像追求某種形態的愛情 當初 是我愛上女的那部分 平安存在你的體內 你並沒有不值得 我不覺得有一方是對的 時常 我以為 我們倆都只有可能 是對的 只有世界觀 人生觀有不同 大概是對的